- 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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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尼現在在尼比斯這邊 本來想要來繁殖場收一下蛋 結果發現這個好像一直生不出蛋來耶 這個是冰衣布配上百變怪 邦尼發現了一個很令人難過的現象 這是我們的冰衣布 只是在單練著百變怪耶 雖然好像有好感 可是因為這個場所感到非常不自在 所以沒有辦法產生愛心 所以看來這個繁殖場 應該沒有辦法繼續放他們這兩隻 可能要把百變怪換掉 看一下先把百變怪收回去 但是邦尼已經沒有其他冰系的可以配冰衣布了 那我們現在先去之前的冰衣場所 抓一下冰系的寶可夢回來配對好了 我們到了冰原這邊啦 在這附近看一下有哪些冰系的寶可夢 可以讓我帶回去配對的吧 冰鬼戶 冰鬼戶長得太可怕了 可是冰鬼戶可以Mega進化耶 抓這隻好了 之後可以把它Mega進化 先丟一顆仙晶球看看 掙脫了 那看來只能打他啦 騎士蝸牛出來 點到為止 唉唷 可以喔 丟一顆高級球看看 又掙脫 等級球 我發現他現在球都沒有那個會左右晃的測效耶 抓到了 前面那隻是什麼 是雪女耶 這是啥超好看的啊 先進球 就抓雪女回去孵啦 哎呀 掙脫了 換高整一點了 丟等級球 等級球應該會有用吧 好 抓到了 果然等級球就是棒 沒有讓我失望過 應該已經沒有其他想抓的吧 回到尼米市啦 趕快把這一隻換上 來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 雪女 他說這裡沒有任何一隻可以跟他配對的寶可夢 為什麼 不是一男一女嗎 剛剛好啊 一男一女 那試試看他們兩個 可以耶 他深深的被他吸引 很好很好 那你們這一隊就先暫時放在這吧 等你們孵出你們人生第一顆蛋 我再來拿 嗨 邦尼 自從上一次你改造完實驗室後 村長以及博士都非常開心了 今天邀請你在華人市也蓋一座白邊怪房子場 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另外捐上我呢 有準備一些幫助你完成任務的道具 記得去寶貝中心拿喔 加油囉 掰掰 有人幫博士 還有村長免費蓋房子 他們當然很開心囉 如果別人免費幫幫你蓋 我也會一樣開心 好嗎 今天軍殺居然還有提供任務道具耶 等等我們再去寶貝中心拿一下 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每日任務吧 1.潛入深海抓10隻寶可夢 好 再來第二個 建造一座百變怪繁殖場 居民的委託 委託人鬼神 任務 打倒5隻BOSS 獎勵 鑽石 15顆 PS軍殺小姐 好 都已經確認好我們今天的任務了 那我們現在先去寶貝中心一趟吧 去看一下 軍殺小姐這次到底留了什麼給我們 等一下 我看到前面就有一隻BOSS了 可以直接打了吧 來 是殺那一朵是吧 精神強念 沒有很痛耶 他打我好痛喔 他居然還回血耶 等一下換一隻 我們剛剛拿鋼系的來打三奈朵 加農光炮 再回血啊 再回啊 加農光炮 還不打死你 好啦 先回去我們寶貝中心 看一下到底可以拿到什麼 水下呼吸藥水以及夜市藥水 喔 所以軍殺小姐是要來讓我們可以到海底下去抓寶可夢的藥水 那我們先各拿個兩罐吧 我們先把我們的三奈朵放回去 畢竟他下一等級有點低 把噴火龍拿出來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去完成我們第一個任務吧 然後拿出我們剛剛拿到的夜市藥水以及雪下呼吸的藥水 把它喝掉 喝下藥水之後真的是看水底下真的是超清楚的耶 既然要去水下那我應該要帶一個可以在水裡游泳的寶可夢才對阿 我看要帶哪一隻可以游泳的 我應該有暴鯉龍吧 我應該有暴鯉龍吧 對暴鯉龍 有這隻就沒有問題啦 暴鯉龍出來吧 而且還是紅色的 墨海馬我們有嗎 好像沒有耶 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我們居然沒有墨海馬 這麼可愛我們居然沒有 掀機球 感覺人家可以抓到 抓到了 我記得水母鮑泥好像也沒有耶 果然 毒是水母鮑泥還沒有 掀機球 能抓到嗎 欸 掀脫出來了 點到為止 再來用高級球 應該要進了吧 進嗎 是章魚耶 抓 超喜歡章魚桶的 先丟一顆掀機球 果然我們之前都沒有來深海看一下寶可夢 一堆之前在路地上看不到的 啊 掀脫了 點到為止 掀脫了還是得進來啊 高級球 拿高級球來抓這些 比較一般的寶可夢 還不錯啦 好 抓到了啦 喔 我們有炸魚桶了 迷迷球我們好像就沒有了 迷迷球 沒抓過 先用仙機球 我感覺水下的寶可夢 因為等級都很低 應該都不會太難抓 這是什麼 千針魚 第二顆仙機球 感覺待越久寶可夢越多耶 圓蝌蚪是什麼啊 長得超像機器人的啊 我根本就是來海底世界 發現新大陸嘛 仙機球 抓到了啦 不要走不要走 你們怎麼都游那麼快啊 我傻眼 輕飄飄 輕飄飄的進入我的包包 好棒喔 海星 海星星 我應該沒有那隻吧 海底世界真的好讚喔 一隻沒看過的寶可夢 超好興奮喔 海底世界就是棒 那隻愛心魚 我想我應該是沒有 寶母曼波 仙機球 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在這上方有一隻很奇怪的寶可夢飄過去了 怎麼記得我們這上方看一下 那是什麼 原來這是水母啊 只是從底下看 看起來比較不一樣而已 那這是BOSS嗎 可以順便打一下耶 今天任務的第二隻BOSS 應該要用草屑的打他了 你不要那麼兇嘛 看我又沒有花花來打死你 真的是日光素 我沒有殺 太好了太好了 刺甲背 有就到了 再來用仙機球抓看看 我料水的效果是不是又快沒了 等待效果沒了之前 趕快把寶可夢抓完 才知道這隻鯊魚吧 我想我應該是沒有 巨牙鯊 巨牙鯊其實還蠻常見的 只是一直沒有抓牠 撿到為止 高級球 有進了嗎 很好 我們先回陸地上看一下到底抓幾隻了 再來繼續抓 前面有一隻巨金怪的BOSS耶 可以打一下 雖然巨金怪真的很強 上一次也是勉勉強強才打魚 換噴火龍吧 Mega進化一下 好久我們有用噴火龍來打怪了 Mega進化 我們好久不見的老噴 終於又出來了 大家想念我們的噴火龍嗎 噴射火焰 撐住 撐住 打魚嗎 好多鐵喔 以後缺鐵的時候就來打這個就好啦 先來看一下我們剛剛到底抓了幾隻寶可夢 我們已經抓超過了耶 然後這一隻也是剛剛抓的 好啦 我們第一個任務呢已經完成了 而且還抓了12隻 比原本預計的10隻還多 那我們現在先去找一下 哪裡適合來蓋我們的百變怪繁殖場吧 好啦 已經把空地全部都已經清好了 然後我們要先去看一下 我們還需要哪些材料呢 才可以做我們牧場裝置 鐵的話 剛剛有6個 其他東西的話 我們需要回到尼比寺去拿 沒有辦法把所有東西拿過來 就只能一直回去拿 我們再回去尼比寺 把東西做出來再把它帶過來放 槌子先拿著 鐵還滿多的耶 紅石我們需要一些 先把一個花盆做出來 紅石跟鐵 好啦 活塞也有啦 最後還是下比較難的電腦 把這些都放上 最後放上玻璃片 有啦 電腦 再來電腦 活塞 花盆 牧場機器又做出來了 我們的牧場呢是9x9 我們要把這個蓋在上面 然後周圍要放上其他東西 把土蓋在這裡 土的上面呢 再蓋 模組 我們要在這9x9上面呢 裝飾一般系會喜歡的東西 那我就來直接把它裝飾好吧 好了 幫你把我們的新的百變怪繁殖場都裝飾完啦 跟上一個一樣 就是百變怪最喜歡的蛋糕以及羊毛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啦 把...還沒有放的 百變怪再放下來 我來看看呢 他們到底喜歡這個新的場所 OK 可以 好啦 那第二個任務呢 就已經完成了 等之後呢 應該還可以再做更多種不同屬性的農場 來繁殖其他的寶可夢 那現在我們只剩下最後一項任務 要去挑戰BOSS啦 唉唷 說要找BOSS 好像就出來一隻 阿伯梭魯 感覺應該很強耶 原來阿伯梭魯是惡系的 看來一下才發現 而且 惡系要用幽靈系或是超能系的打 可是超夢你打他 超夢就死了啊 我好像也沒有幽靈系的 算了 電空座 硬打了啦 化龍點睛 乾脆打什麼都用電空座算了 感覺這只有電空座打得起別人啊 再來一次 化龍點睛 你死了我怎麼辦 破壞光線 先喝個血 球雷姆上 龍之波動 死了死了 哇 硬打打死了 看到了 前面有一隻BOSS 化龍點睛 喔 很痛 換雷吉斯起誤好了 好噁心的攻擊力喔 加暗龍光炮 喔 他要死了 不行 就換下一隻 冰凍光束 球雷姆居然把他打死了 雖然有點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 球雷姆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們先來領個獎勵吧 任務都已經完成了 就是為了要來領獎勵啊 15顆鑽石 真的是 每次賺的都不夠花耶 每次去其他城鎮就得花兩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呢 都已經完成啦 雖然我們最後兩隻BOSS呢 打得有點吃力 不過還好最後都有打死 還有村長 你可以不要一直看著我嗎 就算你這麼看著我 我也不會幫你蓋雕像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寶可夢呢 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BOSS的影片呢 請訂閱BOSS的頻道 跟隨BOSS的動態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呢 記得幫我右下角按個讚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